炒大白菜时,直接下锅炒,就大错特错了 今天教你饭店不外传的秘方 白菜出锅以后,又香又脆,还不出水 大家好,我是小苏 我们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现在是白菜大量上市的季节 这是我用一块钱买的一颗大白菜 切掉根部不要 然后把白菜叶子一片一片的掰下来 接下来准备一盆精水 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一小勺的小苏打 用手充分地搅拌均匀 搅拌至溶解 然后把白菜叶子放入盐水中清洗一下 白菜在生长的过程中 会隐藏着一些脏东西和杂质 尤其是特别受虫子的喜爱 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虫卵或者是虫子 所以我们在烹饪之前 一定要好好地把白菜清洗一下 然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 加入食盐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 而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 能够很好的去掉白菜叶子上的虫卵和杂质 洗净的白菜我们给它晾干水分 如果时间比较赶的朋友 也可以像我这样抖掉白菜上的水分 炒白菜出水 除了白菜自身的水分以外 还有我们清洗时自带的水分 所以想让白菜入味好吃一定要抖干一些 接下来我们把白菜叶子和白菜帮分开切 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以前我们在炒白菜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白菜叶子都快炒烂了 白菜帮还不熟的现象 如果继续炒下去就会大量的出水 整盘菜炒出来以后丝毫没有脆爽的口感 正是因为这一步没有做好 所以这一步很关键哦 接下来把白菜帮切成小条 白菜帮里面有大量的纤维 像这样洗刀切 就可以把白菜帮里面的纤维给切断了 这样不仅炒出来会更加的入味好吃 而且口感也会更好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大碗中 炒白菜池 白菜帮不要直接下锅炒 需要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然后给它抓拌均匀 搅匀之后放在一旁腌制上6分钟 杀出白菜帮里面多余的水分 白菜帮的水分含量很高 这样在炒的时候就不会大量的出水 这时我们再来处理一下白菜叶子 我们顺着菜叶子的纹路撕成条状 白菜叶子和白菜帮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炒的时候千万不要同时下锅 否则就会出现以上的现象了 全部撕好之后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准备五斑大蒜切成蒜片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几个清洗干净的干辣椒 加入干辣椒可以更加的香辣过瘾 用剪刀剪成小段 这样子会更加的入味好吃 接下来我们需要调一个料汁 小碗中加入一小勺的白糖 一小勺食盐 一小勺鸡粉 再来适量的淀粉 两大勺的生抽提味增色 两大勺的老陈醋增加脆爽 然后充分的搅拌均匀 加入淀粉 可以使料汁炒出来以后 均匀的挂在白菜上面 使白菜更加入味好吃 搅匀之后放在一边备用 现在白菜帮已经腌制的差不多了 里面也出了不少的水分 把白菜帮倒入清水中 给它再清洗一下 洗掉表面多余的盐分 经过这样腌制 一点都不影响白菜帮脆爽的口感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放心去做就好了 洗好之后控水捞出挤干水分 接下来把锅烧热 加入适量的猪油 我们用猪油来炒白菜 这样出锅以后 白菜吃起来会很润滑 口感特别好 非常的好吃 猪油化开以后 加入蒜片和干辣椒 一小勺的花椒粒进行炝锅 炝出它们的香味 炝香之后 再把白菜帮加进来 继续翻炒半分钟左右 大家这一时候可以看到 白菜帮就不会再出水了 接下来加入白菜叶子 然后快速地翻炒均匀 把白菜叶子炒软炒熟 这一步大家一定要注意 炒白菜的时候 先不要加入食用盐 以前加盐调味 会使白菜出水 这样炒出来的白菜就不好吃了 把白菜叶炒成这样的状态 就可以倒入调好的料汁 开大火快速地翻炒 使白菜入味 提前把料汁调好 这样可以缩短白菜在锅中炒制的时间 这样白菜就不会出水了 翻炒均匀之后 就可以出锅装盘 哇真的是太香了 现在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这样炒出来的白菜 出锅以后不会反水 而且白菜帮也非常的入味脆爽又好吃 既营养又简单 而且特别下饭的炒白菜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哦 点击关注 查看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见